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 叫做八字强弱分不清 昨天我在看 网络视频 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命理师 他就说 这个八字是我的踢铁板 HC 因为这个八字 我刚开始怎么判断 结果都是错 到最后我退钱 给这一个客人跟各位讲 他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 妈的收了钱没有退钱这一回事 各位收钱就没有退钱这一回事 就很像你去人家店里吃了面一样 这个面再怎么难吃 你都要付钱 不然你不付钱 太难吃了我不付 人家叫警察来 把你抓走 而命理也是一样 了不了解 你为什么你会退人家钱 表示怎样没有信心 你才会干这种事 像我都很有信心 他妈我批错 我来骂客人 你知道吗 不是骂我自己 我不会怀疑我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拼命就是水准在那里 为什么你给我的八字就错 妈一定就是八字都错 当然我批不出来 所以各位不一样 了不了解 所以 当然这个命理师人看起来很不错 跟我不太一样 我说过 我就完全没有命理师人那一种调调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 不学无数的家伙 但是无所谓 了不了解 好 那我们来看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的这个状况 等一下 换一个 就是这一个八字 各位 你看一下 他上面写的 他说这个八字 竟然是深入的八字 各位 看一下深入的八字 他 当时候的判断 我们来看一下 星四甲五五成 乙卯 这个八字 你会发现到 他地支 你有没有看到 火 会判断 就是说 这个是深墙的八字 然而 他在深墙的 这一种论断法的时候 他发现到 他完全对不上 所以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 那个客人都说不对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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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用深墙深入 来那个判断的 这个情况 他就整个很傻眼 他说 为什么 会完全出错 所以 他到最后就说 不好意思 你的八字 我看不出来 我退你钱 各位 因为他认为 这个八字 应该是深墙 那深墙 认财官 认财官 那财官是什么 水木 他应该要认财官 水木 可是 各位 我们假如把他的一个大运 你把他 拿出来一看的时候 他现在是在 人城 照到底讲 应该都是 人水 应该他是要能够好 可是在他的一个批论里面 全部都不对 这个客人也很好心 我就觉得 客人怎么会那么好心 我都不太想理这一种情况 我都不太想理这种情况 为什么 因为客人 就 第一次被退遣了以后 他过一阵子 他又来 老师你再帮我重新看一下 这时候他就在那边思考 结果 他得到了一个结论 你这个八字是深入 他就突然得到一个结论说 这个八字是深入 看起来深强八字 结果却是深入 各位 这个八字 假如是在五行派 你们怎么看 你跟我讲 这个八字 在五行派 他是什么东西 跟我讲 看不出来的 去旁边罚站 各位 对嘛 这个标准的日主受克的八字 那日主受克的八字 我说不了 你以为深强深弱可以代表一切吗 当一旦日主受克的时候 这个八字就绝对没办法走财官 水深木更克责 那假如是木不是更克责吗 所以各位 这就是他一直会整个迷惘的一个地方 到最后他只能够 拿出所谓的强词夺理 为什么 因为他第一次批全错嘛 他退费给人家 那第二次来 他总不能够再 用同样的情况再去跟客人讲 所以 各位 那我一看就知道 他这就日主受克 这八字 没有什么好看的 这两处答应绝对都走不好 我管你地支走得再漂亮也没用 日主受克就是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尤其很多人 那一部影片下方就很多人 知道答案以后 开始大放厥词 这个是什么 怎么可能会是身强 怎样 你完全都看错了 你的水平太差了 各位 大家都叫马后炮 你没有那么厉害 你会跟这个命理师 当时有一模一样的现象 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批出来的 所以我不会怪这个命理师 我反而觉得这个命理师 他非常的怎样 老实 没有错 非常的老实 很好 你假如是我的话 我根本不会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一看也知道 这八字的问题就是在 贾木克戊土这一块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他就是不相信说 身强为什么要硬比 各位 为什么身强要硬比 很多人就完完全全 就搞不清楚 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身强 但是天干没办法走财 也没办法走官 他就只能走硬比 而且走硬比还不见得好 为什么 丙心合那是不是更加重 所以 走 走比肩截财 这个八字是绝对行的 为什么 甲己合 另外一个 甲木去克戊土 就脱困了嘛 所以这个八字 反而他比较喜欢走比截 他比较喜欢走比截 所以各位 这个是从一个职业命理师 里面的一个 他自己碰到的案例 他也很老实 他也很老实 所以 让我看了以后 我是觉得还ok 这种八字 本来在传统命学里面 他们就不容易判断 因为他们没有日主受克 这种观念 当时候 我的老师他8年 来 他 他8年以后来找我 那来找我的时候 他有看过我的影片 他那一部影片就是在讲日主受克 结果我的老师在影片下方留言 这不是什么日主受克 我很想回怼我的老师 但是想一想他是我老师就算 为什么 因为他学的是传统八字 他 当时候带我的时候 就是传统八字 可是当我真正在职业的时候 各位 我不是传统八字的老师 我是五行派的 开山祖师 所以这种东西 他在当下的时候 他说没有这种情况 那是你自己认为 不是我认为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在传统八字里面 没有这种的概念 所以他当然不知道 这个八字就是甲木在高龄鬼 对不对 他就是甲木在高龄鬼 所以既然是甲木在高龄鬼的时候 你要如何让这个八字脱困 他才有办法显现 他其他的好 所以为什么 这一个八字 让很多 传统八字在下面 一边就是说你不行 怎样 这个八字 你看就知道了 他怎么可能会是身强呢 他一定是身弱怎样的 开始就在那边说人家不对 那是因为你们知道答案 那马后炮的人一堆 你今天要当场 人家什么都不讲的时候 你批的出来 你批的出来再说 我们一看就知道 日主受克 这没有什么好看的 然后刚好你看 又是争望他 官杀的时候 那当然 整个人都会不顺 对不对 他整个人都会不顺 那现在是在仁臣魁卯年 那我们知道 是不是日主受克加重 然后流年又走了什么 流年又走卯 所以他卯要是一受伤的时候 连带两个受伤 他的官运出问题 所以各位 这就是要跟你们讲 你们不要 有那种认知说 他什么身强要硬比 这个就是 这个还是一个职业的老师 他自己的判断 他第一次的直觉判断 绝对是最准 各位 他第一次的直觉判断 因为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他批错了 他不可能再批 不可能再用以前的方式了 所以你看 他在判断身强身弱 他一定是非常有 有那一个自信 结果你看 出了一个大错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 很典型的一个 身强 为什么还要硬比 我之前一直在跟你们讲 只要日主受克 我管你身强 你就是要用硬比 这个八字就是一个最典型的 一个情况 所以你在那边跟我 争吵强弱没有意义 偶尔会对 但是对我来讲不重要 对我来讲不重要 你是偶尔会对 我不是 我对的机会很大 各位 我对的机会很大 你是偶尔对一下而已 所以我常常说 你用身强身弱取出来的用神 那有五成不会照著走 各位 有五成不会照著走 为什么 排列组合不一样 他妈的 这个八字说定 没有日主受克 变日主受克 又整个又不一样 所以 各位 很多人 身强身弱不行 就格局 我以前学身强身弱不行 我现在都用格局很准 你准个头 他妈的 你看他里面每个人讲的都天花乱罪 跟神仙一样 那实际批命就这样 我就跟你讲 实际批命就跟那个命理师所讲的一样 他就批不准 他碰到了 踢了铁板了 各位 所以 实际的批命就这样 不要跟我讲你有多厉害 你知道答案的时候你都很厉害 人妈叫套命那谁不会 那就套命那谁不会 对不对 很多 那个八字跟你讲的多神 这个八字在什么 哪一年 那个大运哪一年 结果他因为走路的时候 踩到香蕉 妈的滑一胶口袋10万块飞出来 掉到河里 留着 你看我都批得出来 你批得出来还有鬼 当事人没跟你讲是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批得出来 你顶多看得出来他破财而已 还可以批到说 你都知道 双手插口袋一边吹口哨走路 不小心 刚好到桥上的时候 踩到香蕉皮 滑了一跤 噗的一身 妈的身体的 身上带了10万块掉到河里留走 你在讲故事 你没那么厉害 八字没那么厉害 你不要骗我 你连忙判断个 什么时候财运好 官运好 你都很困难了 你妈的跟我讲这种鬼故事 不要把八字当先速 你们也不要听这种讲先速的人 了不了解 你听得很开心 实际上你为什么批不出来 因为你不肯批出来 当客人什么都不讲的时候 你是真的看不出来 你只能够当客人 你批完了客人跟你讲的时候 原来是这样子 你才知道 问题那就是马后炮 对不对 就像那个客人跟我讲 老师 你帮我看一下这一年 这一年 财破印 财破印 财破印会怎样 那你看起来又不像会伪造文书 你又看起来不像诈骗犯 财破印 可能是合约上 文书上会出问题 我只能够这样判断而已 我说我只能这样判断 我真的不知道你会出什么事 结果他跟我讲说 他的护照那时候过起 他又在日本打工 被人家抓到 违法居留 判印年三个月 各位 我才知道原来他 那个印钦代表的是护照 我才恍然大悟 我就跟他讲 那应该你关没那么久 三个月以后就被放出来 他说对没有错 各位 你以为我有那么厉害 会知道说护照过期 一辈子没有出过国的人 哪知道什么护照 要不是他跟我讲 我哪知道 但是他只要跟我讲 我就有办法马上做判断 所以各位 批命拿有什么很神奇的故事 都马是人家乱编的 你也听的津津有味 神经病一个 你都报名 你是把你当白痴耍 你妈人还被耍得很开心 对不对 难怪 他教的东西是 是白痴的东西 你妈学的很开心 当然你也是白痴 所以各位 不要把八字当先数 我一直说过了 没有那么厉害 你什么东西都看得出来 骗我 对不对 我批命已经准了 我也不是什么东西都看得出来 我也不会像他们讲的那么厉害 但是很多人就说 你没有那么厉害 你不能说别人没有那么厉害 你狗屁啦 我们都可以算到月份 算到日子的东西 妈了我还没有他厉害 对 我就这样子讲 我还没有他厉害 问题八字就不是像先数一样 八字就只是一个运势的起伏而已 你妈从本命可以看出来 他几段婚姻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富贵成就在哪里 来他单一个本命 你跟我讲就像昨天那样 全部都是亿万富翁 千亿的富翁 百亿的富翁 因为他里面有陈酉和 你妈的跟我开玩笑 这样子就行了 你都不去看他什么时候发迹的 大运都不用管 流年都不用管 单单只要有一个本命 就可以这样 你别骗我吧 各位 假如这样的话 我的学生还拿一个八字来 我一看 就在这一年他大破财 各位 他的大破财是什么 上市公司换老板 各位 假如一个命 可以这样子决定的时候 那你干嘛看大运流年 你不用理他嘛 问题那时候 上市公司都可以换老板 你认为 落差大不大 所以 各位 我很讨厌 那一种 就只有在本命里面 就在那边打转 这个八字因为怎样 他又怎麽样 你看到了什么 你都不用看大运流年 你都不用去管说 他是什么时间点发生这些事 就一个本命 他妈分析的很开心 你再给我开玩笑 那你再给我开玩笑 假如大运流年不重要 那八字干嘛 要把他拿出来 所以各位 这些都是你们在学八字里面 时常会犯的一个问题 老师我的命好 命好有屁用 各位 是不是完完全全 时常看到命很好 大运一进来 整个都把你搞垮 根本就没有用 命这一边不漂亮 大运进来把你用好 你是看哪一边 还有 你在这一边来 你几岁会发肌 你几岁会结婚 你跟我讲嘛 你一个本命就有办法看出来 你神仙 你没有大运流年 这一些动态的时间来辅足的时候 你看得出来他什么时候结婚 五段婚姻 来啊 什么时候结了 什么时候离了 各位 当当这样子去反推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妈全部都是 都已经知道了 他已经知道 这个人的成就才来的吗 推给你看的 根本就不合理的现象 那为什么你们学的很开心 因为你们不会批命 你们不知道他在骗 了不了解 今天你算八字 就只有本命吗 不可能嘛 你来找我算命 一定是你在意你现在的情况 20岁的 你30岁的 你40岁的你 这个是 出生时候的人而已 各位 你会在乎你出生时候的情况吗 根本就不会 为什么 因为 妈 3岁以前你有记忆力吗 你妈 3岁以前 你到底你妈搞了什么事 你自己都不清楚 我都他妈 没有 什么 我7岁以前的记忆 我根本都没有 妈的 印象模糊的要命 只知道 那时候家里 哎呀 就我跟我弟在家 然后我弟都没有穿裤子 也不这样 我就没有印象了 各位 那你小时候的印象 你很清楚吗 你骗人 对不对 你会在乎那个吗 你会在乎你小时候吗 你现在几岁了 对不对 学生的时候在乎的是他的学业 为什么 因为他那时候在就学 他根本不会在乎他小时候怎样 他也不会在乎他以后会怎么样 他就在乎他的学业 当你出了社会20几岁了 这时候你在乎的是什么 你现在要找女朋友 你现在要找男朋友 我现在要工作 你在乎的是这个 你会在乎你小时候 你会在乎20年以后的你 不在乎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你在乎的是现在的你 这才是批命真正在算的 老师跟我讲说 在小时候怎么样 小时候怎样 怎样怎样如何 我会在意吗 不会在意 我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来找你 各位 请你记得 很多的命理师都是很业余的 他们把八字当做先数 他当做是你一辈子都会照着八字走 根本不是那样 而且你最注重的是什么时候 现在的你 你根本不会注重以前的你 这个就是以前的你 刚出生时候的你 你会注重这个 不会嘛 你只会问 老师我现在桃花该怎么办 老师我现在工作运不好 我该怎么办 是不是你都在关心现在的 这才是重点 所以你在本命上打转 有什么意思 你顶多在说故事而已 你可以从本命看出来 有几个孩子 超棒棒 你好厉害 我都当你神 你有没有妈的遇过 八字没有食伤 男生没有官的 他妈照样给你生孩子 你可以从这里面给我看出来 我的学生就这样 他时候来找我 他是客人 他就问了一件事 老师我有没有孩子 看男生日主受克 女生没有食伤 他妈的那怎么怎么对 也对不出来 所以在他们八字里的本命里面 他们就是没有孩子心 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一直生不出来 然后我在他的大运流年在很后面的时候 我就说 你在什么时间点有机会受孕 那个要非常的精准 结果到最后这一对夫妻 然后到最后他变我学生嘛 然后他就有一次就跟我说 老师 你可以帮我复习一下吗 我说好 我去帮他看一下 这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女儿了 然后我就当初就跟他笑一笑 我就说你应该有 什么时候可以受孕 他说对 可是老师那好久了 已经有点忘了 他说有就好了 各位 本命没有 那是不是他一辈子放弃 谁跟你说的 大运流年这些都假的吗 问题哪个才是真正的你 大运流年 这个大运 这几个流年 是现在的你 你都不管这些 单纯的在本命上讲的天花乱坠的 我最讨厌这一种的 叫他真正来批命的时候 来 你来批我现在会怎么样 我才不在乎我小时候怎么样 你会在乎你小时候怎样 骗人家没有在批命是不是 你那一种的会这样批 绝对是业余命理师 连收费都会手会抖的 哎呦 要不要给人家收费 会跟我一样 前来也 前来的再说 其他的不必说 前来的再说 你们跟我一样 所以各位 我在跟你讲的 就是一个真正在职业的 我的老师都还算是半业余的老师 你了不了解 领我入门的是我的老师 可是我的师工 才是真正在职业的 我的老师算半业余的 师工他叫潘志成 我的师工叫潘志成 他大我一轮 他大我12岁 他是家族事业 所以他从头到尾 他从以前就在学算命 因为家族了 所以他没有出来工作过 他就是都在算命 没有工作过 然后我的老师是在工作 老师他就跟我讲说 他当时候在电台主持节目 他当时候在电台主持节目 我的老师 我的师工有看到他 就跟他讲 他他就觉得我老师还不错 他就说我一个月给你3万 你跟我走 我的老师就这样子 好啊 那我就跟你走 各位 我的师工 是这样子把我老师牵过来的 所以 我的师工的徒弟 唯一的一个徒弟就是我的老师 我是我老师唯一的徒弟 了不了解 我不会收徒弟 因为收徒弟很麻烦 我可以教你八字 当学生这样就好 收徒弟以后 你妈是不能拜其他老师 所以你看我所有的学术 都是我自己学的 没有去找其他老师 学的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都很怀疑 为什么我老师当时候也算混的不错 他也是某某公司的经理 他也不会说一个月给我3万 叫我跟他跑 没有 他妈的 那怎么落差这么大 各位 可是我老师到最后 我的师工 他是真的从头到尾 都是靠算命为生 可是我老师没有 他到最后还是去工作 然后当了经典咖啡的总经理 他当经典咖啡的总经理 他的 还是在工作 然后过来 就是因缘机会在网路上碰到 我去找他学八字 到最后入门 结果各位 现在的我是职业的 我老师不是 所以各位 假如妈要上职业教学班 我跟你说 我比我老师更有资格 因为我老师不是职业 他不知道 他可能可以应对这一些有需求的课 可是他没办法靠这个为生 但是我不是 我靠这个为生 我是职业的 所以各位 你会觉得 老师 你的老师应该是业余的 我说没有错 而且他待我3个月了 3个月以后 我发现到他走的路线是 计改的路线 那个是我不想走的路线 所以3个月后我就没有再联络他 我又不能够去找其他老师 学命理的情况下 靠我自己 各位是这样子来的 你不像现在 你交个学费给我 你是我学生而已 我不会强求你说 你不能够再去跟别人学 我们是真的在那边拜了 会了108下 拜师 入门 我们还有门派的 了解 我们还有门派的 有的时候被欺负了 他还有师兄姐跟他报门派 原来是同事的可以去欺负人家 不干那种事 我们叫什么天机门神秘派 我也不知道 太久了忘记了 因为我都靠我自己一个人 你要不要解 我都靠我自己一个人 所以特立独行